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当了汉朝之时 累计投入的兵民有近千万之中 因此有人就说了 投入这么多的精力修筑的长城 是否正确地达到了其军事目的 如果用这些等同的物质资源转变成建设骑兵部队岂不更好 今天虎哥就能和大家聊聊 长城这个东西 首先不要僵化的固定地看 中国历史上 各个朝代修筑长城的军事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就拿现在保存最好的明朝长城来说吧 它和秦汉长城无论地点还是思路就完全不同 秦长城的位置 把整个河道地区包括在内 是一个以道路和仓库为核心的军队部署工程 用于快速调动部队进行进攻 而不是沿着城墙死守 汉城秦治 长城也直接就修在了草原上 前出河道阴山以北 向西延伸到甘肃 新疆地区 甚至都逼近戈壁汤了 挺亲腹地 当然就能够锁中的草原上 所有南北向的河流 直接分割墨南和墨北 让游牧民族只能从平均的墨北越过沙漠来进攻 而从墨北来的游牧民族要继续南下 必须沿着鸾河这样的大河才能前进 不然牲畜没草没水 全得饿死在路上 要走这些大河路线 就跟在大河附近驻扎的中原军队主力杠上了 这样就失去了突袭的突然性 只能硬碰硬地进攻 这样一来 游牧民族本身的人口基数就少了 兵力也少了 反而节省了中原王城的兵力 二是 游牧民族要穿过缺水的沙漠非常困难 使得大部队难以出动 在战争期间 一个牧民至少要有十几只羊和几匹马才能生存 希望牧民就需要几十万只羊和十几万匹马 这样大的牲畜群每天需要的木槽和饮水都是天亮 所以绝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 也不可能脱离河流行动 如果一定要离开河流 那他们必须立刻分散开 以降力对土力的压力 这样又无法形成规模集中作战 所以蒙田凭长城为后方 北区匈奴七百余力 其狱警与进攻补给的功能 可为主力兵团提供敌军袭击预警 以及进攻时的道路和通信保障 至于说要建设骑兵部队 那也得首先控制了漠南草原以后 才可能有廉价的马匹供应 不然就只能在内地挤占耕地种草 还要从农民口中夺取大量粮食才能养马 另外河道地区便于灌溉 可以提供大量的粮食 也是前沿防御的重要基地 像窦县乐石燕染山灭北匈奴 只需要出动三万机就可以了 而且其中还只有八千式汉军 其他都是草原民族的蒲丛军 既省前又省市 因此河道地区 一直就是汉族和蒙古高原油墓民族争夺的核心区 只要控制了河套 就可以控制漠南草原 也就能控制生活在这里的油墓民族 只需要命令他们打击漠北的部落即可 秦朝建立后 就夺选了原本属于油墓民族的河道之地 汉朝更是动车率大军 北伐匈奴 所以匈奴分裂 势力退守末北 长城也就靠北来修 前不久 中国又干了一件超级工程 在长城下面直接炸了一个巨洞 又将获得一项世界之罪 连美国都难以置信 请大家微信搜索迷粉房屋 关注后回复超级工程 前往了解 明朝中级的对手瓦剌 一度统一蒙古 土木堡一战 皇帝都被奴走了 终后去年河道都没守住 明昌城的位置 在东面完全推缩到阎山山区 中部让出了河道地区 也就放弃了漠南草原 放弃了阳马地 和河道地区的粮食 只能进行被动的防御 这跟组建骑兵部队构成的冲突 最后搞得边防和骑兵都不行 至于修筹的结果 那就惨多了 不仅分散了防御兵力 还让自己扬野战军的钱 却浪费在了几千个城堡的守备了 再加上技术水平的变化 秦汉石匈奴的野铁产量极少 对秦军的会战能力自然就会很输 明朝时瓦剌人 已经有了很好的野铁能力 长城发挥的作用 自然就非常有限了 说完古代 咱们这里还有一个 全自由实施沙盘战略手游 游戏中 世界有225万个 不同产出的土地构成 几兵行军一周 需要四天四夜 这个世界中 每一寸土地都可争夺 玩家们置身其先 先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 演这场人与人创作的 乱世风云史